好,回到6月28日的《啤梨晚報》 阿正有沒有看拜登和特朗普的辯論? 有啊 我真的沒有看,頂不住 什麼環境? 拜登當然是差 他沒有打針嗎? 有沒有精神抖手? 他呆了幾秒 我今天看一些報道 即是今早立刻出一些報道 呆了幾秒就算少,平時一分鐘 最好是特朗普說 其實我不知道他回答什麼 我嘗試回答,他真的不知呆了 是啊,真的很嚴重 接著就涉及到這個總統辯論的問題 這個總統辯論的問題 我已經看過了 我覺得也很誇張 為什麼呢? 連他自己搞的那個 民主黨那邊都說 拜登很不行 說話雙目無神 不夠聲 好像我一樣 一直都沙沙地聲 咳 而且有人傳說 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眼神很呆滋 應對方面 尚算沒有嚴重脫脫 即是保佑 但有人懷疑 因為這次 CNN有沒有經過事後的剪接? 現場那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 事後剪接 故意 一些大蝦碌的情況 經過整理 經過整理 阿紀圖就知道這些 作為編劇這些 即是NG了的這些 不關他們的製作部做的 製作部做的 製作部做的 這次特朗普就表現狡障 美國總統辯論第一回合 全世界看到口燈目外 公認是現任的民主黨的總統拜登是一敗塗地 這次反而我們看到 特朗普就是所謂的川普 或者大陸叫特朗普 一改是以前的專橫、嬌車和串的口氣 這次是心平氣和 放低身段 甚至表達出一些對這位 呈現初步 甚至邁向中期老人癡呆 這位對手某種程度的憐憫 這些真的不像特朗普幾年的性格 這次真的不能走 這個總統選舉的辯論 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看著 這次他雖然不可以說是語無倫次 但你看他的表情 和四年前那場的辯論相比 已經是目口目臉 還有有一種力不從心之情 說到口邊就半句都說不出 你從事處就越說越糊塗 尤其是一些很簡單的質詢 他是不會說的